2024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會登場 拜登川普睽違四年再度正面交鋒 經濟移民外交等問題激烈辯論 川普火力全開 拜登整場聲音沙啞 數度失去思路方向 大陸兩位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魏鳳和 被控收受巨額錢款 嚴重違紀違法遭開除黨籍 終止二十大代表資格 選在三中全會前宣布 展現習近平控制軍隊力道 日本富士山楓山期間救難人員 發現三名登山客在火山口附近死亡 另外有一人登山途中昏迷 送醫後不治 七月一號正式開山前 縣府祭出新規 加裝扎門限制人數 並加收入山通行費 南韓日前傳出新兵夜晚吵鬧 遭長官體罰 其中一人昏迷送醫 搶救兩天後宣告不治 以往時常傳出軍中體罰 零月事件 現在國防部下令整頓 全球十大電動車市場 八成呈現成長 全球銷量攀升23% 電動車在俄羅斯銷量大增 一年來成長4.5倍 半數都是大陸品牌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台北時間星期五的上午 全球關注的大辯論登場了 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投票之前 川普挑戰執政拜登 兩個人當面對決 只能夠在辯論場上見 美國影響市局 而美國總統的思維 決策和執行力 牽動全世界各個層面的變化和發展 川普會不會回鍋 這次全世界都高關注 川派在經濟議題上 執政期間都跨到了新冠疫情年 使得功過很不容易切分 拜登今天說 川普先生留給我們的是 經濟處於自由落體狀態 而川普則回敬說 拜登做得很糟 通膨正在扼殺我們的國家 兩個人唇槍舌箭 美國和以色列有穩固的邦交 美國境內龐大的猶太勢力 使得以哈戰爭成為拜登吃重的包袱 拜登說 唯一希望戰爭繼續下去的是哈馬斯 而川普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真的總統 以色列100萬年內都不會被哈馬斯入侵 這兩年暴增的邊境非法移民 美國納稅人很有感 當年強勢排除的川普今天說 他們這些恐怖分子蜂擁而來 拜登這個家伙讓邊境大開 而拜登則說 沒有數據支持川普的說法 川普在誇大其詞 等於是滿篇謊言 2024美國總統大選歷史性的一刻 81歲的現任總統拜登 在大選四個多月前 在辯論台上 對上78歲的前總統川普 這一晚如同四年前 兩人第一場交鋒 又是慘烈的一役 但角色對調上次是川普 因不斷插話失分 這回則是拜登老態避嫌 再加上川普時不時重複謊言 讓整場少了點實質政策辯論火花 面對美國老百姓最關心的經濟 兩人都把通膨怪在對方頭上 說自己任內美國經濟搶劑 跟川普強而有力的聲調相比 拜登一開始就顯得騷瞎氣虛 尤其是前半個小時多次結巴 甚至失去思路方向 白宮說拜登感冒了 拜登在回答國債問題時 顯然有些不知所餘 不過這回川普倒是沒有太取笑對方 反倒是在民主黨對手最拿手的墮胎權議題上 功成略地 拜登在女性上 並聲譽自由上沒有多發揮 只說他將恢復保障墮胎權的羅素韋德案 而川普則不斷挑起他擅長的邊境移民問題 批拜登未能確保美國南部邊境安全 導致罪犯湧入 拜登回擊表示川普誇大其詞一直在說謊 研究顯示移民的犯罪率並沒有比本土出生的美國人來得高 而整場回應偏弱的拜登 終於在川普封口废案上找回著力點 直指川普是重罪犯 不過拜登回應最用力的還是關於退伍軍人 因為他已過世的大兒子曾在伊拉克服役 而川普在2018年曾傳出拒絕前往法國的美軍公墓 因為他說埋在那裡的人是蠢蛋和輸家 至於美國現在對外最大的問題 烏克蘭戰爭和以哈戰爭 川普的說法都是如果他是總統 俄羅斯和哈馬斯就不會發動入侵 但不論今年選舉結果為何 川普都願意接受嗎 主持人追問了兩次 川普勉強回答 如果選舉公平合法的話 他會接受 這場眾所矚目的CNN美國總統辯論 會後CNN對收看的觀眾做即時民調 結果67%認為川普贏了這場辯論 拜登僅33% 這個數字幾乎跟四年前第一場辯論剛好相反 不過看完高達81%的選民說 辯論不影響他們投誰 儘管選民不被左右 陣營士氣似乎受到影響 川普陣營高喊辯論勝利 拜登自己說表現不錯 但民主黨黨內已經開始焦慮 在8月黨大會前恐暴 換人風波 提升為綜合報導 沒有正情值得關注 接下來看的是南韓陸軍新兵事故 不止一樁 訓練的時候手榴彈爆炸 新兵死亡 事關重傷 一個新兵5月底遭長官陳楚訓練 負重40公斤 繞軍營奔跑 福利挺身 緊急送醫 搶救兩天死亡 就怕遺憾再發生 南韓的國防部召開了對策會議 決定禁止軍方要求新兵進行全副武裝的體能訓練 也要求提前開始教育訓練 增加手榴彈模擬時間 沒來由的對新兵體罰 毆打和侮辱 勞兵霸凌似乎成了南韓軍隊潛規則 韓劇拍攝已有所收斂 現實中的韓國軍營恐怕更殘酷 現在南韓國防部終於下令要整頓 未來訓練新兵的過程中將禁止跑步項目 以及在全副武裝情況下進行體能訓練 國防部解釋因為新兵的體力還沒有受過充分培訓 可能無法附和高強度軍紀訓練 因此決定將著重於軍法教育等項目 考慮到夏季炎熱可能導致新兵重暑問題 韓軍也提前展開戒備 若是氣溫超過29.5度 便會禁止跑步行軍等訓練項目 若超過32度 則只實施警戒作戰等必要活動 國防部大動作介入軍紀訓練管制 原來是因為今年5月 新兵死亡事故也環保 悲劇事故發生在5月23號下午 江源道林提郡陸軍部隊中 一名陸武不到兩周的新兵 在接受軍紀訓練時突然暈倒 隨後被送一擊救 但最終原沒能從死神手中搶救過來 25號下午不幸離世 經過一個多月警方公布調查結果 原來是死者所在的寢視新兵們 由於宴間吵鬧被副中隊長發現 向中隊長報告 並獲得懲罰許可後 要求6名新兵隔一天 在28度烈陽下 全副武裝背上裝有書籍的40公斤書包 反覆繞軍營跑步和伏地挺身 軍紀訓練過程中 蒲信士兵身體出狀況 在一場其他新兵回報後 長官仍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繼續執行處罰 最終普行男子錯過急救黃金時機 因重數引起的多發性器官衰竭試試 軍的軍紀教育規定上 完全軍將 상태에서는 걷기만 할 수 있지만 사건 당시訓練兵들은 구보는 물론 선착순 달리기까지 했던 것으로 알려졌습니다 各種違反軍紀訓練規範 還給訓練兵增加了軍裝重量 明顯過度操練 釀成悲劇 警方已將涉事的兩位軍隊長官 以涉嫌業務過失的罪名移送檢察機關 不只虐出人命 陸軍第32兵部師 也在5月21號訓練時爆出一死一傷事故 救護車鳴笛聲響 打破軍區寧靜 5月21號上午 中清南道部隊 一名正在進行軍事訓練的菜鳥新兵 疑似不熟悉操作 將手榴彈安全叉燒拔出 卻沒有立即扔出 導致手榴彈在手中引爆 新兵當場倒地 失去生命跡象 送一搶救筆制 而在一旁指導的士官 也被波及 雙手遭炸傷 就怕再有人失誤 陸軍表示 在查明事故原因前 將以練習用手榴彈替代進行訓練 國防部也在日前要求 從新兵入伍第二週開始相關教育 增加模擬手榴彈訓練的時間 韓軍霸凌惡習和訓練安全問題 再度被搬上檯面 輿論壓力下 國防部寄出措施 只是軍方能否遵守防止漢市重演 恐怕還得有時間來驗證 TVBS新聞 最後報導 好 來看中國政局的震盪 北京在周四晚間一口氣 開除了兩名前任的國防部長 開除他們的黨籍和軍職 然後把這兩個前任的防長 移送軍事法庭審判 創下了中共建政以來的首例 這兩個前後任防長被指控的罪名 包括了收賄 同時也行賄 甚至暗示他們有人涉及 對於習近平領導的忠誠問題 各界解讀認為 這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宣告勞握軍權的一個重大決定 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議 由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手提拔的前防長李尚福 在去年8月下旬人間蒸發之前 還曾經在莫斯科的演說中 致力為領導的全球提案加以宣傳 但他不僅在去年10月先被拔關 以7個月的記錄成為中國史上最短命防長 北京當局更在李尚福 從公眾視線消失10個月之後 確認了對他的處置 官方通報稱李尚福所涉及的罪行 包括了受惠罪以及行賄罪 還強調他接受了巨額錢款 但沒有披露具體金額 官方通報中更以對抗審查 暗示李尚福在調查期間拒不認罪 李尚福嚴重違反政治紀律 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 對抗組織審查 現年66歲的李尚福多年來都在掌管軍備的解放軍總裝備部任職 一路從主任升到參謀長 並在習近平的提拔下 2016年在新成立的解放軍戰略支援部擔任副司令 就連如今已經成為中國驕傲的嫦娥探月工程 李尚福也曾參與 由於軍備部門向來多油水 這回李尚福被控社會與行賄罪 接下來將移送軍事檢察機關起訴 但李尚福並不是調查的終點 北京當局稱 調查期間巡線抓出另一隻軍老虎 也就是李尚福的前任 曾經在2018年到2023年間 穩坐中國防長位置的魏凤和 官方通報中魏凤和與李尚福同樣被開除黨籍軍職 並且被指控受惠罪 至於行賄罪則沒有被提及 但同時恐怕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魏凤和身為黨和軍隊高級領導幹部 信仰坍塌 忠誠師姐 這句特別強調的忠誠師姐 外界分析可能暗示魏凤和 對於當前槍桿子的指揮者 也就是習近平存有二心 這一點從魏凤和在共軍體系內 有超過二十年的時間都經營在二炮 以及其後改制的火箭軍領域 但從去年年中開始 包括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 和政委徐中波在內的多名火箭軍 現任與前任高層 突然遭遇整肅落馬 習近平並選擇空降其他軍種的將領接任 而不是火箭軍內部調升 暗示北京高層對魏凤和在內的火箭軍 原優體系恐怕出現信任危機 也因此習近平選擇在週四召開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 一口氣清算前後兩名房長 創下中共建政以來首例 這場由習近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 還確認了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 儘管與歷屆三中全會相較 這一屆三中全會延遲了超過半年 但在當前中國經濟疲軟不振的情況下 外界人對這場會議充滿期待 目前從官方所公告的會議主題 外界推測可能涉及習近平所提出的新職生產力 卻沒有看到要推動大規模改革的跡象 但從會議召開前釋出軍隊貪腐調查結果 並且一次打下兩隻軍老虎 外界推測在三中全會前後 恐怕還會有其他針對 包括火箭軍將領在內的軍隊清算動作 此外已經消失在公眾視線 將近一整年的前外長秦剛 其追蹤結果是遭遇清算 還是能夠被輕輕放下 答案也有望在三中全會前後揭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先頭條我們看到的是在川敗 急受全球矚目的辯論交鋒裡面 關於墮胎權這一件事情 那麼是雙方交叉的一個重點 這牽涉到所謂的身體自主跟自由權 而美國的最高法院 本週做出兩起重大裁決 第一個是知名藥廠普渡 生產類鴉片止痛藥奧斯康定 會讓人上癮濫用 二十多年來 害死了至少三十萬美國人 葡萄開出了六十億美金高額賠償 希望躲過集體訴訟的究責 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這種和解的協議 另外大法官以六比三裁定了 允許愛達河州的婦女 在重大醫療情況下 可以接受緊急墮胎 遭到反墮胎團體痛批 反墮胎團體六月二十六日到美國最高法院前 舉著被墮胎嬰兒血肉模糊的照片抗議 彭博社報導 美國最高法院以六票贊成三票反對 裁決恢復下級法院的命令 讓埃達河州孕婦在緊急醫療情況下 依照1986年美國聯邦法 緊急醫療和生育法案 可以接受包括墮胎在內的急診醫療 她會失去年未來的能力 除非疫苗發生 這就是個類型的個案 在那裡Mtala說 我的天啊 當然疫苗必須確保 沒有材質疾病 但愛達河州說 對不起 這裡沒有疫苗 結果是 跨州移動病患也可能使病情惡化 但愛達河州是美國墮胎禁令最嚴格的幾州之一 只允許在性侵亂倫 和防止孕婦死亡的前提下 可以墮胎 否則執行手術的醫生最高 可判處五年徒刑 醫生在面對要保孩子 還是保孕婦的困難選擇時 還得考慮到自己可能被刑責 現在最高法院的裁定 只是把案子退回下級法院 反對者認為這是拜登政府故意干預 挺女性墮胎權 美國司法部長則從法律未接解釋 聯邦法在州法之上保障人民 另一起案件也是美國司法部上訴 要求最高法院介入 二十多年來害死至少三十萬美國人 讓人不知不覺上癮的鴉片類處方 止痛藥奧施康定集體訴訟案 知名藥廠普渡 2022年宣稱達成和解協議 但這項協議被美國高院以 5比4的投票否決並駁回 也就是說這個藥廠財團家族要交出經營權 付出高額賠償金換得免刑 躲過民事就責 事發多年大多數受害者家屬 傾向和解 否則得不到賠償金與治療補助 但投下反對票的大法官 則在意見書中寫道 藥廠家族獲得的免则超過一般破產案 逃避過失致死與詐騙的刑責 拿出來的賠償金 其實也只是家族資產的小小一部分 必許是堅持不和解的家長之一 在其他需要賠償金的人眼中 他是害群之馬 但他說自己思念兒子無法擺脫悲傷 他認為藥廠販賣 會讓人不知不覺成癮的藥物 人命的代價不能用金錢來敷衍 並非每個人都能拿到錢就算了 堅持要究責的父親 希望美國司法給予藥廠夠重的實際懲罰 因為失去親人的切身之痛 無法彌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來關注的是肯亞政情 肯亞近一週的反增稅示威 迫使政府讓步了 原來總統態度很強硬 下令軍方鎮壓抗疫百姓 造成23人喪命 星期三突然改口 取消增稅的法案 但示威的民眾不想退去 他們號召了百萬人上街 這次是要總統下台 發起抗爭的是Z世代的青年 因為肯亞生活費越來越高 而政府提出加稅 同時呢 他們懷疑政府貪污 以及警察執訪過當 都讓現在的百萬年輕人 不願意散去 肯亞持續近一週的反增稅示威 終於迫使政府讓步 原本總統魯托態度強硬 下令軍方鎮壓闖入國會的 抗疫民眾 造成至少23人死亡 300多人受傷 但隔天他卻突然改口 決定取消增稅法案 我承諾 所以我不會簽署 2024財政策 然後將軍方鎮壓闖入國會 首都奈洛比和港口城市蒙巴薩 都出現大規模抗爭 政府派出軍隊在街頭巡邏 警方也封鎖通往國會和總統府的道路 市中心的商店也全數關閉 擔心會發生暴動 一些社運人士和政治領袖 也呼籲民眾不要前進總統府 擔心會遭到血腥鎮壓 這次發起抗爭的 絕大多數是歷史代青年 他們受不了生活費越來越高 政府竟然還要加稅 也不滿政府貪污 還有警察執法過當等問題 我們需要平靜的國家 但是我們需要進行正式 這就是我們要求民眾 總統魯托2022年競選時 承諾要為貧窮者減輕負擔 但他上任後卻背道而馳 宣布加稅 取消補助 還調高電價 原本他還想要調高薪資稅 結果被法院認定違憲而駁回 爐托出身貧窮 靠白手起家成為富商 如今穿戴名貴服飾和手錶 出入高級餐廳用餐 批評者認為他已經與人民脫節 甚至還把政府職位當酬庸工具 財政大計法夾彎 政府還想甩鍋 將責任推給國家情報單位 副總統責怪情報首長 沒有將街頭民眾的憤怒 如實向總統反映 因此要求他辭職 週三 肯亞派遣數百名警力 前往海地 協助當地打擊黑幫 這是聯合國和美國 共同支持的行動 由美國出資 我們在一起的課程 要保護海賊的警察 去保護公共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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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建立我們的民眾 和保護公共的警察 示威民眾反對這項派遣命令 認為沒有經過法院同意 就是違憲 指控總統魯托濫權 所以必須下台 TPBS新聞總共報導 周末接近了 我們來介紹這一部電影 二戰時期 一個外形亮麗的德國 猶太女性為了生存 她經歷過被男友利用 遭同窗背叛的痛苦 最後成了納粹的接下囚 她為了讓自己和父母親 逃過被送往集中營的命運 當起了蓋世太保的喇叭 她抓捕靠假身份證 藏在德國社會的猶太人 電影《金法毒藥》 其實是真人真事 這是要回顧二戰期間 有一位牛太女間諜 她如何在現實的逼迫下 成了冷血的納粹同路人 猶太人的身份被揭穿 納粹逼迫他攻出其他同伙的藏身處 長達好幾小時的虐打 他情急之下 只好先說出其中一人 經常出沒的地點 蓋世太保當街抓走了藏匿的猶太人 但抓了一個還不夠 納粹要他找出更多同胞 只要交不出人 下場就是死路一條 你知道什麼嗎 我給我們免費 放在交易 奧紫蘭 八十二十 對 媽媽和爸爸 我告訴你會更好 好 那麼 到明天晚上三十二十 或者我把你放在一起 才二十一歲的史黛拉 被迫做出選擇 他回到柏林街頭 靠著直覺和過去的人脈 無論是朋友 還是只有一面支援的路人 只要是猶太人 就會通報納粹前來抓捕 你都說你們都是你的 你都說你們都說你 你都說你都說你 這不是好 你自己的民族 父母親無法諒解 其他的同胞 也視他為納粹同路人 每天不斷咒罵他 納粹統治德國的二戰時期 如何讓一個年輕女子 成了出賣同胞的冷血間諜 電影金髮毒藥 取材字真人真事 還原德國猶太女子 史黛拉 哥德施拉格 一生的祈福 十八歲時 擅長歌唱表演的史黛拉 是校園內的風雲人物 雖然家境不富裕 但他的天分與才華 走到哪兒都綻放耀眼光芒 更在一次公開演出後 獲得美國的心探青睞 他說這件事都出現了 我們要再接著我們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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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廣播 1922年出生於德國柏林 史黛拉 金髮碧眼 外型亮麗 個性活潑 但二戰爆發後 一切都變得掉 身上貼著猶太人的標籤 史黛拉在一處工廠裡 每天從事遭受壓榨的勞力工作 他不斷想辦法逃過 被抓去集中營的卡車 在柏林多多藏藏過日子 男友擅長製作假護照 兩人就靠榨取同胞的錢 過生活 就算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收錢時也是不二嫁 為了生存 史黛拉對男友言聽計從 當他以為能這樣在德國 過著好日子 愛情的美夢被現實打碎 男友翻臉跟翻書一樣快 他還發現原來通報 蓋世太保來抓人的 是以前的同窗同學 種種的背叛讓他被迫 成為納粹同路人之後 手法一次比一次殘忍 藏身在柏林的猶太人流傳著 有一個同胞是蓋世太保的打手 在街上精準抓出猶太人 當時大家都稱他是金髮毒藥 他還搜刮被害者的珠寶財產 沒有一點同情心 史黛拉哥德士拉格的故事 一直具有相當的爭議性 擔任納粹間諜期間 至少有600名猶太人 因此被送進集中營 也有一說是3000人 大多遭到殘忍殺害 為了生存犯牺牲其他人的性命 史黛拉成了納粹的共犯 也映照出時代的殘酷與悲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回到現實 日本富士山7月進入開山季 目前還是風山 但是不少人偷偷地前往攀登 在最近一周正是4人死亡 富士山在這些死亡事件之後 凸顯了平地雖然炎熱 但是山頂還是零下低溫 這樣子在風山期間去挑戰 非常危險 夏季的富士山天氣詭譎多變 午後雷雨頻繁 常常會有瞬間強風 資深山有說 富士山的強風會把人整個吹下來 基本上這是一座很恐怖的山 山立縣的登山道7月1號開山 寄出最新的規定 包括設了閘門控管 從傍晚到凌晨入山 另外每一天限制4000人入山 當天除了預約之外 再開放1000人 還要收取通行費 要把公害和傷亡捡到最低 富士山七月開山倒數中 重型機具來來去去 卻不是為開山做準備 而是載運遺體 當地警方透露 上周六接獲女性報案 表示丈夫攀登富士山後失聯 所周隊上山巡人 周三在靜岡側的山頂火山口附近 發現三名登山客倒臥死亡 其中一人證實為報案協巡對象 警方出判三人並非同團 因另外兩人死亡時間超過一個月 且靜岡與山梨入口 此前各掌握到一名山友失蹤 不排除其身份關聯 同樣是周三 山梨側八河木也傳來 一名登山客昏迷 所以緊急候送仍會一篇法術 封山期間意外頻傳 高山專家指出 近來天氣高溫 新手容易被誤導 上山後才精絕不對勁 雖然平地熱得有如夏天 但富士山頂嚴寒低溫 近一周最低氣溫不超過5度 天氣之外 封山後 步道等人為環境恢復原始 這時攀登 腳下危機四伏 大多數山小屋 救護站也暫停服務 若遇突發狀況 既沒有斜角處 更找不到醫療協助 如此一來 是不是乖乖等到開山就安全了呢 絕對不是 相反的還要更加警覺 富士山是厳しい山 夏天氣的不錯 低気圧 前線上降了時 富士山的恐怖度 這時就不必要保持 那瞬間停止 那後再降降 那是非常強烈的 風來上去 人物的身體也會保持 這就是恐怖的山 對觀光客體驗者而言 富士山是个规划完善 处处是人的热门景点 但在高山专家眼里 富士山鬼局多变 胜不可测 明明富士山如此危险 那些不听卷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还是喜欢上山玩命 尤其是挑战身体极限的弹丸登山 深夜出发 宫顶正好迎接曙光 欣赏完只接下山 升去山中过夜时间 却可能因睡眠不足 海拔快速变化 让自己伸出险境 为此山里县新设置了登山口闸门 下午4点至凌晨3点不开放 防止弹丸登山者入山 而山里县7月1号开山后 想爬富士山 请别忘了先预约 每日县4000名额 令开放1000名当日资格 上山前 每人需缴2000日元通行费 以求有效管理安全与环境 天月新闻最后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 全球电动车市场的动态 在今年的前五个月里面 全球十大电动车的市场当中 八个都出现成长 除了美国跟中国大陆遥遥领先之外 英国巴西泰国 电动车的市场都显著增加 但是竞争非常激烈 而且欧美高利率 所以不断地传出电动车 车商破产 降价拼买器 电动车的领头羊 特斯拉宣布要召回 全美超过1万台的电动皮卡 因为他们引以为傲的 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最近也在传出包 当时加州一名特斯拉车主 在启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后 被车子带来着危险的境地 索性最后没人受伤 至于该怎样看这场事故 这位车主不只拥有好几台特斯拉 还会自行修理爱车 他认为这起铁轨事件会发生 是因为驾驶没有实时保持警觉 抱持相同看法的 还有这位维修厂负责人 不止自动辅助驾驶又出包 特斯拉还在这星期 召回全美1万1000多辆 电动皮卡Cybertruck 以改善雨霜马达和外部胶条的问题 也再度引发贫质疑率 不过业界同样没有太过压抑 根据美国汽车新闻 近年以来到5月 全球十大电动车市场中 有八个都在这段期间成长 全球销量攀升23% 当中的领头羊之一就是美国 只是在高利率的影响下 已经下跑不少潜在电动车买家 保护业界龙头特斯拉降价卖 号称汽车界苹果的Fisker 也因为财务恶化 在这个月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另外这间纯电车厂Rivian 则宣布改变策略 不愿再做赔本的生意 他们选择用简化生产流程的方式 来削减成本 总共能省下35%的原料费用 尽管目前Rivian财务稳健 但煤辆车依然有近三万九千美元的亏损 这件2009年成立的加州新创 希望能借由这次调整 实现首次的转亏为盈 另一块电动车占比人小 却迅速成长的市场则是俄罗斯 这个受西方制裁的国家 目前阵游 被欧美关税阻挡的中国品牌 主导着电动车市场 过去一年中国极客汽车 在当地的销量大幅攀升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 有两万零五百多台电动新车 在俄罗斯卖出 比前一年大增350% 当中中国品牌就占了超过一半 反倒是俄罗斯国产车 加起来的销量不到四千台 以极客的紧凑型SUVX为例 目前在俄罗斯售价400万卢布左右 和台币大约150万元 与欧洲车商的价格相差不大 关心苏丹的饥荒 从去年四月以来 苏丹因为长时间内战 半数以上的人口 面临粮食危机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 看出超过2500万苏丹人 都在饥饿状态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长说 苏丹现在有400万儿童营养不良 1700万儿童失血 而且面临严重的医药短缺 如果苏丹内战继续升级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活活饿死或者伤病死亡 瘦小到只用薄布即可吊起 手臂细的紧剩不到12公分 在历经一年多的内战后 大批苏丹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自从2019年军方发动政变 结束前总统巴歇尔长达30年的独裁政权后 去年4月苏丹现任总统伯涵与副手达加洛 又因军队规划问题反目 导致新一波内战和饥荒爆发 然而才从上一波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民众 可不想再经历战乱 纷纷准备从战火中心克图木 逃往邻国南苏丹 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就指出 苏丹饥荒严峻 如果内战再不停止 将导致更多人身亡 在目睹苏丹儿童的困境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 呼吁国际社会对苏丹施以援寿 因为内乱不止 苏丹大批孩童不仅没饭吃 上学读书更成了奢望 各地医疗院所也因医药器械不足 拉响红色警报 加上医护人员不足 医院诊所被迫关停 许多被战火波及的伤民 与患有慢性病的病人 得不到妥善医治 因为战乱未停 今年在苏丹国内参加朝圣的人数 也从去年的一万两千人 下降至八千人左右 相较于乌克兰加萨地区 苏丹内战相对上受到较少关注 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艾迪呼吁 各大国际组织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加紧发派物资 挤注资金 以免苏丹更多人死于饥荒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美国伊利诺州有一个足球场 地面突然塌陷 10秒就出现这么大的天坑 宽30公尺 升15公尺 平静的公园足球场中央照明设备 突然开始陷落 不到10秒大面积足球场地凹陷 整根电线杆消失 只剩下满天尘土飞扬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足球场上惊人的塌陷情况 场边另一个监视器 也捕捉到电线杆直直坠落的瞬间 为什么足球场上突然出现巨大天坑 原来是在当地时间周三上午 一座地下矿井倒塌 连带导致足球场大面积陷落 幸好意外发生当下 足球场上无人活动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 也出现在纽约 民众话说到一半 眼前出现戏剧性巨大闪电 精准击中曼哈顿的一座摩天大楼 让他惊讶地说不出话 纽约麻州与康乃迪克州 都出现强烈暴风雨 除了闪电外 部分地区还出现洪水 有车辆受困 纽约和纽泽西有数千户断电 纽约大都会队和阳鸡队的比赛 也因为恶劣天气被迫延后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 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